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它其实以这样的trend来看 它其实是还在一个uptrend 虽然是熊市已经来了 但是以这张图one day的chart来看 ETH它会比BTC来看它更有这个上涨的空间 所以如果你是昨天有买入ETH的话 你可以很放心 你可以长期持有它 因为可以看到它是已经从这个support点 还有在这个trend line上面上方 它没有跌破 所以它以这样来看 它是会继续上涨 那我们用另外一个analysis来看 会继续上涨 它会涨到一个2800这个价位 以EMA50和EMA100来看呢 它是可以维持在这个EMA100以上 所以ETH我是看涨的 不过是短期操作是看涨 那长期操作呢 还需要再分析 这个是我的个人分析 是在目前 OK 它不代表之后 因为接下来呢 我还是会update 它接下来的走势会是怎么样 大家一定要关注我的channel 好 以目前来看 它是会继续的上涨 因为它没有跌破 所以它会上涨 那它会上涨到哪里呢 就是我所讲的 会在2891 又或者是它会在下一个主力点 下一个主力点会在这里 3218 是下一个主力点 其实它这里也是有一个主力点 但是它这个主力点没有说很强烈 所以以我的这个来看 它会上涨到这里 然后我们就看它上涨到这个价位 3218 是否可以突破 如果它可以突破这个价位呢 它就会继续上涨 往上去走 无法突破 它就会重新的再测试多一次这个价位 所以这个就是ETH的分析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不错呢 记得要给我一个赞 还有就是留言 有任何问题也是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那我会看到你的留言 我会给你回复 然后这个整个分析呢 都是我个人的分析 不代表所有人的分析 好不好 那谢谢你们的时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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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